这才是你们应该学的重点 所以每个人都有时辰嘛 你们时辰有没有备克啊 有备克的话呢 就会有这样子 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 我的时辰被偏硬克了 打个比方 我现在在走时辰的运 对不对 我在走时辰运 然后呢 大运是偏硬 那就克我咯 那你底下这个就可以用咯 看不到自己出现什么问题 我有事咩 我有问题咩 我错咩 没有啊 你说等一下 来八字给我 那肯定就是偏硬去克他的时辰 需要有人来点破 这是我们叫做贤惠者点破 要有人会点破他 如果是女命呢 大多数啊 都是忘家庭的 这个是很好的 女命 忘家庭 时辰一旦备克 时辰是女孩子的什么 孩子呢 子女啊 你试一试 三猪 你懂吗 你去抢三猪的baby 你看三猪会怎么样 好一戏啊 不过搞不好的话 那好一戏啊 本刚 当然我们不说这个了 只是 女孩子是很狠的 你杀他 他没有能力嘛 他怕吗 跑 你杀他的孩子 试一下 食神如子女一样 一旦备克 他就奋不顾身的去忘家 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多数 都是女命啊 女命不是男命啊 大多数都是忘家庭的 感情上 都是 这桃苦吃的 这句话不好听 但是事实 只要食神 备克 你都是活该 谁叫你嫁给他 谁叫你做这些 谁叫你去什么 谁叫 就是这样 早知道我就不要什么 早知道我就 这种女孩子 都是因为食神 被克了 记住是被偏硬所克 不是被正硬所克 被偏硬 正硬跟食神 两 互 互不相克 他们就好像 爸爸妈妈这样子的 手伸出来 这就是正硬 克食神 好的啊 他做错了 那么偏硬克食神呢 就是我们在赛跑 马 我们不是 骑马 你看半六礼拜 他们跑 跑 跑的时候 明明是第一名了 对不对 已经是第一了 我们说三个马位了 对吧 他还编呢 我都不知道他编什么 为什么呢 打给上面那些人看的 明白那个意思吗 那个就是偏硬克食神 你对了 我还打你 是这样的意思 感情上都是 属于是那种自讨苦吃的 所以如果 有这样的情况 有偏硬克食神的时候呢 你们都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这个如果你算得准 可能我们的女儿 她现在走什么 在走偏硬克食神的运势 大运是偏硬 那么她的 她的那个流年 是食神 或者是她的命 八字里面走到食神位了 怎么走到食神位呢 八字有八个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里呢 是代表她的十年 这边是代表 十年 总共二十年 她今年二十五 十十二十 二十加十三十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她今年四十五 十二十三十四十 没有在这四个了 在这里四十五 一个字十岁 大概大概了 大概大概的计算 你就知道了 她现在在走什么运呢 在走这个运 可能是食神运 这边食神 那么大运呢 大运是偏硬 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大多数这个女的 应该会怀上 这个人的孩子 你结不结婚 我就不知道了 婚后 建议在外头工作 食神能够生财 你的食神已经被克了 生不了财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外面工作 但不要做生意 你可以去外面工作 会比较好 在事业上 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拔 婚后建议在外面工作 那么因为你在事业上 很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拔 哦 原来是这样 食神被克的时候呢 是有贵人的 会有贵人的出现 会有贵人的帮助 所以也不是完完全全 倒霉啦 不是 也有的 好 底下这个呢 就是心经 心丑 你的这个另一半 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龙年 五年 这个马年 龙年 马年 羊年 狗年 出现 好 但不代表说 你的你的另一半 是这四个生肖 心卯 你看 刚才我们说了 本气 本气 习足 这个 这是一个而已 我那个很厉害的 心卯 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难命 不管难命 女命 金克木是一定的 同学们要记住 我们最怕的 就是这样的相克 最怕 相同还好 相克就惨了 相同是什么呢 相同为比肩 离婚 离婚就离婚 还有什么办法 对吧 但是如果相克的话呢 想离也离不了 想离都离不了 那个才辛苦 好 难命 如果是难命的话 元神 克日下 这个就叫元神克日下 元神是上面 上面这个叫元神 元神克这里 叫元神克日下 对于婚后的幸福 唯有 站在妻子的立场 去了解 整个事情 恋爱 就是 明白吗 男孩子 这个 偏财 偏财通常都是要 站在 男孩子 站在 你另一半的角度 你才能够的 才能够去 看到所有的一切 你一定要 这个 对于婚后的幸福 如果你想要幸福 你就一定要这样子做 站在 另一半的 立场 男人 偏财 就是你的 情人 你有没有情人 就要看 你要八字 有没有偏财 那么有了偏财 代表什么 就代表说 你要站在 他的立场 所以 有偏财的人 很会站在 人家的立场 去想 那么如果 我有五个偏财呢 那就不会 站在他的立场 去想 如果我有一个偏财呢 那很会 明白吗 就很会 五个 就代表 杂了 一个就是 砖了 所以你要分清楚 你不要看到这个男孩子 五个 很好 他都会站在 我的立场 他站在五个女孩子 东南西北的 都会站 所以一个会比较好 两个也不错 三个太多了 所以男孩子的八字 正财是老婆 偏财呢 偏财是情人 我没有正财呢 那偏财是老婆 要记住 你不要看到 没有正财 你死了 你完了 没有了 他还有偏财 偏财也没有呢 对不对 那这个字就是老婆 这个字 如果没有偏财 那你就看这个字 没有正财 没有偏财 就看着你千万不要说人家 孤独一生 不可以这样说的 恋爱的时候 会误以为 找到一个 称心如意的 这就是偏财 如果我有正财 我又有偏财 你就要小心了 你以为你找到一个 你喜欢的 那结了婚之后呢 其实是 有可能就有一点问题了 心经 声望 能得到 很好 很好的老婆 声望是什么意思 那就要看你们的八字 左边 左下角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望向死觉 是不是 那个 你 这个字 我知道有可能你的不是心经 但是你的这个是什么 所以 那你就看 是不是望 左下角 是不是有一个 望什么 望什么 有没有一个望 怎么 那个望啊 的五行 是不是跟你的 这个五行一样 是 very good 好啦 那你就望了 我就不用做工了 我会望了 忘记的望了 没有啦 不是 那么容易看吗 不是的 但是那个望 千万不要来刻你 比如 我这个是金啊 我打开 左下角 那个望是什么 火 谁了 你别 为什么 火刻金嘛 只要是那个望来刻这个的 一生当中啊 哎呀 烦特别多的 想成佛也不容易啊 如果是生呢 旺啊 旺 跟你的原神比 是生你的原神 比如说他是金 我是土啊 土生 我的土是旺啦 旺土 生金嘛 土生金嘛 是不是 就是旺是生我的啦 好不好 当然是好了 但是呢 你也会有什么 会有选择的毛病 到底是要 Apple还是要 华为 会有选择毛病 当然啦 还有很多 以后有机会 我们会讲这个望啊 喜用啊 这些 有机会的时候会讲 明天的风水会讲一点点 好像是 忘记 嗯 一样的就一样了 就一样了 就是我们说的 心惊深望 能得到贤妻啊 忘了 你这种八字识 可以得到贤妻 但是要忘 你的心惊要忘 难的难的 贤妻 当然你这样是难的了 不一定啊 现在也很难说 有些是 很难说 不一定 如果这女孩子呢 这种八字女孩子呢 婚后的生活 容易有意见 不合啊 为什么 女孩子的八字 因为 女孩子的八字 这边是偏财 就不是那么 那么简单了 如果这是 女孩子的八字 婚后 结婚 还没结婚的时候 不会 婚后 很多很多这种 古里古怪的东西 都跑出来了 多半容易 发生口角 这是老祖宗 要告诉我们的 偏财 坐下一身 口角 你跟你的哥哥 你跟你的朋友 为什么会发生口角 都是为了偏财的事情 大多都是为了钱财的问题 恋爱中 总会有察觉 婚后到底是否幸福 这个 这个女孩子的八字 十个心卯 八个掌权的 如果你是心卯 你的老公说的算 那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的老公 怎么会去掌权 那你 你是不是八字有问题 十个心卯 八个 都是掌权的 五则天 都是可以掌权的 当然 有一些人 有些女人 女人心海底针 有些大声 sorry 她不是怕 所以你不要以为 女孩子说 don't angry 你又angry sorry 你又angry 够了吗